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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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米講這些,現在6月16日 今天我們講一些刺激的事情 講聯繫匯率 今天講兩件事 第一,講一下保單 在現在的環境,6月份 大家看新聞後覺得很多疑問 我回答了很多次,一次過再回應一下 這是第一部分跟保單有關 第二部分就是跟你講一下聯繫匯率 因為大家覺得聯繫匯率是上天注定的 而且有些人還告訴我 聯繫匯率不是百多年前 英國殖民香港的時候開始有嗎 我想有些歷史的事情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首先講一下保單 第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看到新聞之後發覺 六、七月之後 香港的情況會變 會不會影響保單的情況 甚至乎會不會影響 港幣的流通性 和美金脫鈎 然後港幣大跌 甚至乎大升 不知道 這些情況看看 我們的美元保單 又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講一下 美元保單 香港很多年 為什麼用外幣保單 而不是港幣保單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外幣保單的傳統 有一間公司用出英榜 另一間公司出家園保單 一直都有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保單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賠償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儲蓄部分 賠償部分很簡單 再加上生死存活的比率等等 醫療保險也是這樣計算 再加上百分比 每年用精算方法計算保費 這就沒什麼所謂 港幣、美金、英鎊 都是這樣計算的 只要收保費 但是講到投資的部分 其實外幣是好些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都很有錢 投資的量 累計的話 就不是累計一兩年 每人都可能投保的時間 可能是一二十年 三四十年 甚至乎到我瓜的時候 到我一百歲 我可能已經投了六七十年 累積額是相當大的 累積額這麼大 需要一個投資市場 它有足夠的深度 所以就要預計 未來六七十年的投資深度 其實用外幣市場 特別是美金 全世界沒有投資的市場 所以儲蓄的分紅保單 那些都是用外幣的 港幣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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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也有少少的 但記住 現在不是保險公司出保單 寫貨幣這麼簡單 而是它要有足夠的投資機會 來付回報才行 不是說我出過人民幣保單 那我就照賠人民幣 給人民幣的回報率 其實它就是需要 即是出保單 是需要做很大量的投資 你估計不到這麼多投資 你打算付一百元保費 其實可能它是說 要一萬元的投資 即時要付出來 所以保險公司的責任很大 所以就要看看你的作用 如果是醫療保險 我覺得你用港幣 醫療或者意外都會 你其實用港幣保單 沒有所謂 你買一年計一年的保費 不涉及匯價 亦都沒有儲錢成分 亦都不需要理會那個市場的貨幣 那些東西 你用港幣也不錯 你說如果是儲錢 那你要考慮一下 你的單如果已經儲了一段時間 那不要改了 因為不能改的 第一 第二 譬如說已經儲了二十年前 你還有十年才退休 那些單其實是你賺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之前公錄的保費 已經轉到美金 那十年的事 無論你港幣是升是跌也好 那你也是三萬一而已 付款的過程 已經完成了大半 其實你想回頭 我們在那裡說 聯繫匯率有風險 當然是覺得港幣會跌 那是否真的會跌 你要想一下這個問題才行 我第二部分會講 儲蓄保單 早十年八歲之前 還有一件叫做投資相連的儲蓄 投資相連的人壽保險 以及現在我們有投資相連的儲蓄單 沒有人壽的 現在新買的那些 以前是有人壽的 有人壽和沒有人壽都好 現在是1.010 現在是1.0 現在是1.10 投資相連保單 裡面的投資成份是你自己選的 即是說 無論保單的 Denomination 是美金或港元 都好 裡面的投資成份 你可以選擇在美國 在歐洲 在中國 在亞洲 這個回報是根據你選擇投資的地方提供出來的 例如你選擇的是東南亞債券 你就要面對東南亞貨幣相對於本國貨幣 即是美金或港幣的風險 所以整體回報仍然是在國家貨幣裡反映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開始不想要美金或港幣 如果你持有投資商聯 你直接可以將投資的內容改變 你就已經達到了 不過現在沒有了 現在我們只是做分紅 沒有做投資商聯補彈 證監不讓我們做 第二部份聯繫匯率 陳茂波司長說聯繫匯率不會改變 並且有足夠的外衛儲備支持聯繫匯率 的制度繼續有效地實施 這是基本法保障的改良 首先聯繫匯率 我也知道少少的聯繫匯率的制度 是一個 currency board 的系統 香港使用 currency board 在目前的環境都算是世間罕有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人用這個制度 已經是在香港用得比較好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派的是美金 而我們的經濟也可以反映到 這個聯繫匯率 7.8的水平 甚至乎我覺得基本上是低估了我們的 幣值 聯繫匯率的作用 其實是取消了自己的貨幣 我們是用美元的港元版 即是美金來的 其實只是一個港元的代幣 所以我們其實等於是 任何一個美國的地方 在用美元一樣 如果我們的經濟是反映到 那個美元的幣值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即使是第二天有需要 去包含其他貨幣 或者自由浮動都好 未必有這個下調壓力 記住我說這句話 因為下調壓力是來自於 貨幣本身可能濫發 又或者是外債太多 又或者是貨幣的幣值 高估了 講完有沒有高估了這個幣值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就是N年前 1863年開始 香港的貨幣以前就是 跟英鎊是聯繫的 首先是用銀 銀本位 銀本位之後 到三年取消銀本位 改為貨幣發言局制度 當時就是獲得了英鎊 英鎊兌16元港幣 一直獲得到差不多的時候 英國都放棄了 這個銀本位 要自由浮動 我們就獲得了美金 有一段很短時間 獲得完美金之後 發覺那兩年之後 美金都大跌 為什麼美金大跌 因為當時石油危機等等 他們又打仗 月戰要發貨幣 發到Vivet 他濫發貨幣 結果美金是大跌 當時港幣兌美金 是1美元兌4.9港幣 徘徊5元5.5元 稍微低一點就是6元 當時的港幣比現在是強的 坦白說 你看圖表就知道了 今天的港幣兌7.8元 是歷史上最弱的港幣 歷史上最弱的幣值 你想想 其實香港的經濟一路發展 如果我們只是和美國比較的話 其實一路都不弱雞 不弱的 遠的不說 97到現在 香港的GDP 不計貨幣 實質GDP增長 是增加了兩倍 97到現在 美國增加了1.7倍 同時間的貨幣發行量 美國都增加了四倍多 香港有五倍多 所以其實並沒有嚴重地濫發 基本上香港的經濟 是反映到港元的幣值 並沒有濫發 港元是穩陣的 即使今天立刻變成浮動匯率也好 不應該大跌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聯繫匯率制度是1983年 當時彭麗寺 那個香港的財政司 覺得 以為我們前途談判 大家都在那裡很害怕 買廁紙 買很多廁紙 整個屋都廁紙 上個月我自己去買廁紙 買廁紙之後 怕港幣會沒有人要 快要 趕快去買廁紙 當時是跌到9.9 有一次是跌到9.9 很害怕 所以買廁紙的匯率是7.8 如果用今天去計算 其實就不用7.8 可能是再低一點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港幣並沒有高估到 這個匯率制度 這個世界都幾重 現在主要都是自由浮動 或者是在政府的中央銀行 控制下的有限度浮動 這兩種有限度浮動 如果是中央銀行控制的話 它需要大量的外匯主備 去安排 在外匯市場上面去操作 聯繫匯率本身 是不需要大量的外匯主備 你搞清楚 因為聯繫匯率 其實就是外幣的代用券 不需要大量的外幣 去在市場買賣 因為那個買賣行為 是一個Proviteering的行為 是由發行貨幣的銀行 以及現在就改了制 所有全香港銀行去進行 即是怎樣去維持聯繫匯率制度 這個我想遲些再講 分幾次講 這個都幾得意 大家可以了解之後 就知道其實不需要那麼擔心 和其他外匯市場的風險是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 不同的匯價制度 匯外匯制度 是會衍生出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向 例如李嘉誠那些 郭氏家族 那些人 地產發展商 以前是製造業和貿易 製造業和貿易 83年之前他們已經發達 世界級富豪 他們是靠貿易和製造業 在浮動匯率的時候已經發達 浮動匯率是不會令到大家窮的 不過不同的制度 有不同的發達方法 去到83年之後 因為與美金掛勾之後 我們就失去了一件事 失去了一個貨幣的自主權 即是沒有了貨幣的政策自主權 變成美國的經濟需要低息 我們就被迫要低息 全部都是低息環境 熱錢多得不得了 熱錢那麼多 港元就沒有地方走 唯有是買樓 買股票 所以其實這幾十年 主要的香港經濟問題 很大程度上 是與聯繫匯率 導致資產價格上升有關 所以不同制度有不同的發達方法 83年之前 做貿易、做製造業 是可以發達的 當時是浮動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 就是匯價本身 去反映經濟活動 匯價會上落 反映經濟活動 好還是不好 其實當時 香港經濟活動 是非常活躍的 賺到不少錢 最高的時候 香港的匯價 去到四個九 通常是五元一半 我小時候五元一半 對美金 其實都幾好 在整個亞洲區的四小龍 香港算是非常好 第一 83年之後 改了聯繫匯率制度 匯價就變成固定 反過來 由經濟活動 去反映匯價本身 能不能夠反映匯價 是很關鍵的 香港經濟 照樣活躍 受惠於聯繫匯率的低利息環境 錢多得不得了 資產價格 那些錢太多 資產價格 和樓不斷地炒 炒到不得了 當時由八三年到九七年 其實樓價已經升了很多 九七年之後 就不用說了 九七年之後 再另一個波的經濟改變 八三至九七年 主要是 受惠於聯繫匯率 資產價格不斷上升 錢多了很多 有現金有水 有水就可以投資其他人 九七年匯價沒有改變 而去到九九年 二千年的時候 中國加入世貿 那個熱錢多得這麼厲害 就走回大陸投資 投資了大陸的生產製造業 就吃了兩條水 聯繫匯率幫我們 有一個固定匯率 可以做金融這方面 而大陸的浮動匯率 就幫他們做製造業 我們將我們在聯繫匯率底下 但多出來的熱錢 投放之後去大陸 在大陸那裏 就透過製造業賺錢 入到世貿 又賺另一筆 其實是賺了兩筆 有一段時間 香港佔了中國內地的FDI 外商業投資 是八成八成半 那麼多 其實主要都是跟聯繫匯率有關 所以過去這幾十年 聯繫匯率跟我們的經濟發展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過去這幾十年 聯繫匯率的制度 是令到我們跟美國之間的經濟 他們要刺激經濟 低利息 刺激到我們的經濟 很旺暢 然後我們有錢 就投資了大陸 大陸有錢 有資金 令到他們的製造起撩 起撩之後 當然是發達 然後到現在 2020年全部講過數 2020年講數之後 可能大陸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沒有密切 所以 正如剛才所講的行程 就要重新想一想 那美元是否繼續跟港元掛勾 老實說 你不掛勾是沒有問題的 香港的港幣 可以用自由浮動的系統 是有足夠的外匯儲備 可以做到的 沒有問題的 足夠 可以 香港的外匯儲備 足夠我們做浮動匯率 香港的外匯儲備 相當於M0 大概是兩倍左右 不是最高 歷史上最高是五倍 相當於M3 即是廣義貨幣供應 有45% 所以其實都很足夠 全世界沒有什麼地方 夠香港那麼足夠 如果是選擇一個貨幣制度 由現在的美金聯繫匯率 其實可以考慮跟歐元聯繫匯率 因為以前歐洲這麼多個國家 有不同的貨幣 你說一男子的聯繫匯率 就沒有人可以保證行得通 一男子的聯繫匯率是行不通的 因為匯率與匯率之間的 cross rate 是令到你的執行上很困難 沒有可能 你不要想這些 但是歐元現在 還割了一碟 用歐元那一碟 去做聯繫匯率 其實是可行的 有些國家在做的 有幾個國家 第二 就是香港的經濟 或者中國的經濟 未來的一段時間 可能會向歐洲傾斜 之前在美國傾斜 斜完之後 就已經去歐洲傾斜 有可能你真的 去歐元一對十 都不是壞事 其實對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是好事 一來穩定 二來亦都比較relevant 即是比較合理 香港的經濟會 跟著大陸 向歐洲傾斜 用歐元做聯繫匯率的貨幣 是可以的 而且我們現在的外匯儲備 有部份都是歐元 已經有三成是歐元 有歐元、有美元、有人民幣 基本上任何時間 要轉就轉是沒有問題的 下次會講多一點聯繫匯率的制度 制度其實是可以保證到穩定性的 基本上不用很多外匯儲備 都可以令到聯繫匯率很穩定 即是有些國家 比如你想想到 阿根廷、愛沙尼亞、立陶宛 這些國家都是用聯繫匯率 而他們用聯繫匯率 那段時間的幣值是相當穩定的 沒有人可以追擊到 沒有人可以追擊到 他們工作很好嗎? 不是 他們很多外匯儲備嗎? 不見得 這樣都可以做到 因為聯繫匯率本身 其實是一個代幣的制度 那你們怎樣追擊我? 你追擊我就是追擊自己 追擊不到 今次講到這裏 我會再上載一點 不過今次 我想聯繫匯率這麽吵架的事情 我要講的是令大家的信心恢復 講書的事情 沒有人有興趣 我相信 下次講其他議題 就順便講少少聯繫匯率 下次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